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那个网络调查两件事情的那个当天的那个浏览率 威廉大胜 本拉根的这个当天的这个推特流 推特是转发最多 但是那个网站的浏览率是400万一分钟 但是那个威廉500万 其实我对威廉这个事情呢还没多大兴趣 我最大的兴趣是什么呢 为什么又婷一定要来呢 又婷的生日选的这个巧啊 他们4月29号大婚那天 是咱们又婷满40岁的生日 所以她是 没有没有没有 干嘛说出来 买40岁的生日 她是选在那一天生日 没有没有 她选择离开嘛 回台湾庆生是吗 对了 我选择离开 台湾的台湾的气氛怎么样 因为在香港 其实看的气氛蛮狂热的 因为毕竟香港以前是殖民地 我们都要跟英国有关系 我们是非常有深厚感情 别忘记我小时候读书中学跟小学 学校的里面还挂着英女王的照片的 我们很多同学晚上还梦遗梦到英女王的 我不骗你 为什么 英女王梦遗 他不得吓着了这是 兄弟 是尿虫吗 尿虫 又婷对不起 时间会过 我们要把钟往回播40年前 我48岁 我小学的时候6岁7岁 那就是40年前 当时英女王刚好是熟女 少年爱熟女 你知道吗 他反正我没有开玩笑 英女王曾经是有一代的香港男孩子的 义淫的对象 你知道吗 那现在就改了他孙子了 他孙子阳台上的风光 也成为义淫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一组照片 我觉得真是很梦遗 这是他爹 他娘 我觉得这一吻 他们这一次的吻 我很不欣赏 这个吻好 这个吻好 可是你看这个女生 比较是 你看她脖子伸多长 你看天鹅一样的脖子 整个是贴上去了 就是快轻快轻 好 你给我看下一张 他们这次 这俩儿子有点对付 你知道吗 你再看下一张 对 30年后 有没有 这俩就是公关 你知道吗 这对付 哪有 你在看下边 王子比较救 救那个王妃 他们说这张照片说明 摄影师你可伤不起 计斜带吧 摄影师你可伤不起 你放错了吧 这3D肉扑团 所以梦遗 我给你说 看下边 这小姑娘都看不下去了 可是你说到小孩 刚才30年前 那一吻 后来他们结婚 那一吻之后 第二天 英国的媒体 访问一群小孩子 十来岁的 问他们 他们整天在看电视 看起来在婚礼 说对整个婚礼 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完全答案是一字的 都说那一吻 每个人都是记得 那个kiss 所以从此以后 不管他们英国王 是谁结婚 不管是大王 几小王子 什么王族结婚 大不客 大王小王 对 那个那一吻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次也是这样子 最后你看迪士尼的 那种卡通动画 最后一定也是一吻 然后就故事书 和起来 The end 这样子 所以这就是代表幸福的象征了 但是实际跟当事人 真没什么关系 它就是一个彻底的群体性行为 你发现没有 完全就连这两个 这个威廉王子和这个 凯特 凯特 说实在话 我怎么 我发现我真不是一个俗人 我怎么一点兴趣都没有呢 我跟你说 那个电视在那放着 我都没有一点注意力 要把视线偏移过去 我怎么觉得 我对这个事情 一点兴趣都没有呢 为什么 就不觉得有任何吸引你的点 因为你整个人对婚姻不信任 那不是 所以看到人家 就婚姻就觉得 哎呀 三年后也就不这样 咱就说这个梦啊 咱就说这个梦 对吧 就说威廉王子 对不对 你说 他也就是因为他是王子 你要不然也就是普通一精子 对不对 你说这玩意儿 往好里说 他是一表人才 你往坏里说 就是个秃顶爆牙 你说对吧 包括这个新娘 你发现没有就光环之下呀 就好 老实讲 这新娘我不觉得多美女 而且我觉得有点嫌老 我怎么二多岁长得跟四十多似的呢 可是这次的评论 对于他们俩的婚姻 倒也不是已经像 我承认他在搭纳王妃的时候 大家的确是已经变成是 所谓的王子公主的这种王家婚姻 那个时候我注意一下 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但是现在这一次的评论 从他们婚前到现在 我觉得让大家信 尤其是女生嘛 我们在讨论的倒也不是说 他今天穿 就是有多少克拉的钻戒 或是有几台马车 我们讨论是说 他们两个八年长跑 然后可以到最后 真的在一起 是他们感情的这个过程 让我们感动耶 你知道吗 不是这些华丽的这些 什么城堡啊 或是 是见着结果了 是说觉得他们这两个 在这么多的阻拦之下 再加上有帮妈妈的阴影 再加上呢 皇室的这个婚姻 感觉就是一开始 就是不被看好的情形 他们还可以突破重围 到最后在一起 我们就觉得 那我们可以相信爱情 女生讨论这个哈 蛮多不同的观点的 我看到有些女生女孩子啊 特别叫台湾跟香港 讨论什么呢 讨论说那个女王妃 她的策略是什么 因为有一个说法 说她打定主义 选哪个大学进去第一天 就跟她朋友说 我一定要把王子调到手 大家的研究 往回看 她八年到底用了哪个 进攻跟防守的策略 想从里面学到一个东西 可能都想把两岸三地的 大富豪调回家 所以大家的重点 还是看的不一样 但是你说啊 我就觉得啊 这个全世界二十亿人 二十亿人在看 这个事情 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看他们微博上 也有人在发出 这样的浩探和疑问 说这个多少个人 向英国王子送上这个祝福 但是问题是王子知道吗 后来我查到啊 你还真别说 王子还真周到 就是说中国一女孩说 我祝贺你 我给你送礼 要不要 你说这英国王室啊 居然能回信呢 说要 然后这女的 送了好像一套三件这个瓷器 我说给送礼的和手里的都增加了麻烦 这么多人 天呐 文涛 这是英国的传统 我在美国读博士班的时候 我写一个论文 是写关于香港回归的 英国跟中国谈判的过程 为了做我的研究 拿材料 我其中做的一件事 就是写信给英国以前的高官几个 包括他的前首相 包括他的什么外交部长等等 写了不止三个 写了给五个 每一个都亲笔回信 我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地方读书的香港学生 谁给他们结果过了两个月 每一个人回信 有人回了半夜 有人回了整整两三夜 告诉我说当时谈判是怎么样跟北京 跟北京谈的 这是他们的传统 他们一定回给你的 对 当然他们也是没事干了 就是主要行政的事 其实都是英国议会了 对吧 王氏 甚至有些人说了 你说在今天这个年代 说是一个平民 一下嫁给英国的一个公民 对吧 马上就可以过上奢侈奢华的生活 这个在当今社会 英国人也有少数派 也提出这种质疑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我们都不能理解 比如说 假如说咱们现在故宫里还住着人 咱们大概能理解 好比说日本人 是不是能理解 就是我们从小 我们没有这种跟国王长大 我觉得只有英国人他能明白 这个跟国王或者跟皇帝 看着他们这一家人 我们这种说实在的 真是有点巴干的打不着吧 的确是有点遥远 但是我的感觉是世界难得有好事 大家想一想 就是兵拉 就是兵拉的这个 也不是真的好事 他杀死他 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反恐 还要多久 对吧 过去地震 海啸 你所有现在回想从金融海啸到现在 还真没一件就是可以让大家 感觉是好事的好事 真的就是纯粹的好事的好事 我觉得 那为什么你 你比如说 虽然是九号也是你的生日 怎么感觉你把你的生日 看着还次要过他们的好事 我觉得你的好事更重要 因为我没有王子来跟我庆祝 是吧 我没有威廉王子 他的王子在台湾 所以他就回去庆祝 而且我回台湾原因也是因为另外一场婚礼 所以我还说真巧 你知道中国人就选婚礼是选这个良辰吉日 对吧 所以我们选 他选429 说原来那天农历上是移婚假 英国肯定不堪皇历 他们怎么也那么刚好 选了429也移婚假呢 太爱聊了 我发现这20亿人 这辈子就是真是 过着普普通通的人生 为别人起了一辈子哄 你说这个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 再见 诶 又婷 我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妹妹们 管这个郎君 写信写情书都叫王子 因为你们一直都这样是吗 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称我的对方叫王子 诶 没有吧 宝贝吧 宝贝心内地叫的 亲爱的宝贝 我怎么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女大学生啊 什么给自己的男朋友啊 发个信息或者是干什么都叫王子呢 是吗 我觉得什么时候死灰复燃了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同志 派人同志 对对对又挺同志 咱们俩公园 没登的地方去一下 王子 可能现在流行 那我刚文涛说到他们那个什么收礼物 收礼物 我想到说30年前 因为他们有个传统的 结婚之后会把全世界的国家的 还有宾客的 还有老百姓给他们的重要的礼物 他们放在皇宫展览 展览大概5天左右 30年前他们就展览了 很有意思 其中一个比较感动的是一个英国的小女孩 大概12岁吧 就写了一张支票给那个大安王妃 20英镑的支票 就说我想请你喝茶 可是你一定不可能出来陪我喝茶 那希望你用我这20英镑 去买一个茶店 让你喝茶的时候 把茶杯放在茶店上面 那我感觉就好像我在陪你喝茶一样 就很贴心的感觉 然后美国有一群富豪 美国南部的富豪 他们就把他们油田公司的股票 分了一些给王妃 那你只要拿那个股票 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3万英镑的历史 可是他们不能要 英国王室不能收外国人送的钱 就把他退回去 然后还有在英国一个俗土 外面叫泽斯岛 在法国外海外面 他们就送了两头卤牛 给他们两夫妻 就说从此以后你们不愁 不用自个儿给孩子喂奶 不愁没有新鲜牛奶喝 蛮感动的 所以我蛮好奇 他们这一次展览这个礼物 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出来 当然这次人家也就是说了 王室图名 什么国家图利 民众图乐 就说这个振兴中国经济 不是真行中国经济 也对 也对 对呀 真行了中国经济 中国人多少跟着起哄的 没有没有 你说真行中国经济也可以这样说 你说英国 卖多少的纪念品 全部都是made in China 对吧 对对对 所以这整个加工业 或者制造业 的确是带来很多笔订单 包括他们那个网 那些网站增加了多少点击率 专门的微博就搞这个东西 就跟过情人节似的 你知道吗 让大家纷纷的送祝福 什么的 我觉得搞这个 像英国网组送祝福 好像人家能知道似的 大家就在那儿送祝福 还写中文 所以我最近真的开始研究婚姻问题了 我跟你讲 我从古罗马的这个开始研究 我觉得啊 在今天这个网站的这个年代 你发现没有 过去讲这个女明星啊 就是一炮而红 最近你又听你做娱乐节目 你发现没有 一婚而红 对啊 是吧 最近这个婚姻是如此的 成了一个全民关注的 这个跟媒体的这种 这种意淫有关系 对吧 但是的确它成了一个 这么显赫的事情 你觉不觉得 现在所有的女明星 几乎都是靠 不是靠跟谁潜规则出名 是靠结婚离婚这事 是吧 或者说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也说 哎 我上个月结的 不对吧 八年前就登记了 现在都是这么聊的 对 就结婚好像变成一个风 我觉得挺好的 反正之前我们不还说离婚率高 或者是说 根本没有人愿意结婚吗 觉得这个经济压力太大 那如果女明星 可以带动一股风潮 让大家开始愿意结婚 我热关其成啊 就跟这女明星 前阵子好莱坞妈妈 好莱坞那些明星 都开始生那个孩子的时候啊 就龙凤胎 她一直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哎 那也很好刺激生育率 所以呢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 都是呈现正面的态度 好莱坞明星 我跟你讲亲爱的 她跟我们有本质的不同 那好莱坞 就像那个猪和皮啊 就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 朱利比斯 不是 那个 Breader Pete 那个 Breader Pete 和那个Angelina Angelina Julie 嘴唇 嘴唇 那个 你知道人家生孩子 他们还自己还领 领孩子 我那天看到一新闻 这夫妻俩 为了他们这六个孩子 去年一年花了一千万美元呢 然后呢 你知道干什么 去年一年不干别的 这夫妻俩领着这六个孩子 坐着私人飞机 全球各地 游玩 光这个飞机的这个钱 就五百万美元 最让我错火的是 这六个孩子 就是来自不同肤色的嘛 对 至少都是双语的保姆 每一个保姆 我跟你讲 又停 凤凰挣钱最多的主持人 也没太多 每个保姆的年薪 九十万美元 真的 九十万美元 这就是诸葛比 他们就不缺中文保姆 对 请广东话 我们两个应该去申请 小力都不够 没有 这婚姻啊 你说名人的婚姻 对于媒体来说 非常吸引 因为任何人 对于任何人 跟他谈婚姻 我们至少有五个卖点 可以追查 第一个 你到底结婚了没有 对 文涛结婚了没有 不能讲你 结婚了没有 又停 然后呢 跟谁结婚 什么时候结 还有一个再来 就如何结婚 到底去巴黎岛结呢 还是在海南岛 对不对 最后呢 结了之后 什么时候离婚 对不对 至少有五个东西 五个题材 给你去炒作 所以媒体 媒体一定把这个炒作起来 没错 他们认为这个 起码跟女明星之间 终于是好事 你也愿意讲一些 你也可以做个宣传 我不用再苦苦追追着你 所以呢 我觉得 当然不要再讲那个大汪 大汪婚礼的话 大部分情况就是 记者跟这个 女明星之间是比较好的互动了 在一个好事上 你说这个啊 现在人家说这个英文里有一个词 叫做什么呢 name dropping啊 是吧 叫拽人名啊 叫拽名人啊 就是说很多人聊天的时候啊 都喜欢扯上 都喜欢扯上名人 现在好像就说 你扯上个名人聊天才有人听 所以我也扯呀 我就说那个 就是你刚才讲这个大小S 是吧 我有一次呢 我就发现这个火到一个 就他们结婚那几天 火到一个什么程度 我说他偶然在一个场合 我遇到人家 遇到人家 听人家说呢 在北京要买房子 那么我认识一个中介 我就帮他就是介绍 我说到那儿 你们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呢 我事先跟这个中介啊 还跟他讲 我说你不要让人家不好意思 你就假装不认识 我说你就 你就假装不认识 不要让人家很尴尬 看房子 他说你放心 道先生 我一定 假装 我肯定从来没见过他们 但是过不了半小时 在中介给我打电话 说呀 真对不起 我们这儿 人山人海啊 他说我是装作不认识啊 可是玻璃窗外面全是人的 最后房子也没看成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其实从这个婚姻的原意来讲 最早的原意来讲啊 威廉王子这个是典型的非法婚姻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 我就研究古罗马风化史啊 贵族跟平民通婚 这头一个就是非法 在那个时候是 他是非常 所以你知道他的婚姻 你跟你凑热闹 他是有完全不同的历史内涵的 就是这种 王室的这种这种婚姻呢 但那第一个是 你绝不能够跟平民 这是古罗马吗 希腊罗马 是西方文明的这一套起源吗 这是第一个违法 第二个违法呢 当时的这种贵族之间的婚姻呢 有一条 这次他们又违法了 就是那个凯特那边提出来 说我不服不服从你 这是不对的 那个时候古罗马的时候 这个是诗词最主要的 平民的男女还稍稍平等一点 尤其是贵族的 就一定要宣誓 我服从丈夫 从此我就是丈夫的私有财产了 他是这样的一种让渡关系 让我们需要报警吗 所以你看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 为什么有意思啊 他是又老又新 从老的地方来讲啊 咱们在旁观着一个 古老的历史里 一次一次发生的这么一个事 所以从他们身上 我们就真的看到了一个女性的 就是地位的提升啊 第一就是 我不是真的要巴着你王子不放的 这中间分分合合 你这个威廉王子 你也是要下足苦功 你才可以把我追回去 第二女性绝对不是服从 不是我嫁入皇室以后呢 我就没有我自己了 我还是有我自己的 而且你们也是因为我是平民 这个帮你们制造了一些 也不是制造 就是说有些更加亲民 贴近民众的形象 其实女生这方面是帮忙加分的 绝对不是说 可是我们要注意 他这个改变 他宣誓的细词 不是从他开始 30年前就这样 30年前代妃开始了 他就改变了 本来又是改说顺存 老公他就改 他说我们互相配合等等 反而他这次啊 其实都等于宾拉登嘛 宾拉登 有点像连续剧的一个结局 因为30年前这样子 然后别忘记 大安拿王妃那个悲剧 还有另外英国王师 整个婚姻是崩溃了 安妮公主离婚 没错 安德鲁王子离婚 居然几乎所有的王族 都离婚的时候 这两个家伙还敢结婚 那我们就会有特别的意义 他爹他丈母娘都说不清楚 是吧 现在叉尔斯王子 跟那个康米拉什么关系呢 结婚了 结婚了 他们重新结婚了 所以他其实还有几个兄弟的 所以你放心文涛 你讲了犯法的问题 时代是进步的 他们以后也是犯法的 我们以后每个人的犯法 因为有人说时代这样进步下去 以后会变成说 只要结婚这是犯法 你看我们多少麻烦 都是因为有婚姻 对 只要没有婚姻 不准结婚的话 其实没有这种占有欲 没有独占 每个人都想占的 不准你独占 OK那就没问题 很多问题可以解决 那就回到原始 原始生活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谢谢大家